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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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龙帅 驾行驾驶驶驶驶 起来吧 上京啊上京 没想到五年前我命不该绝 我褚慕又回来了 那些害过我的人 一个都不会放过 龙帅 夫人找到了 什么 快带我去 等一下 这次去 所以我是为了五年前的事情 通知所有人秘密行事 是 属下请尊龙帅之律 大哥 你水瓶还要吗 谢谢大哥 好人好命 谢谢大哥 丑女人你吓我一跳 谢谢大哥 好人好命 谢谢大哥 依然 老公 老公是你毛老婆 依然是我 我回来了 别怕 你的脸 是谁 到底是谁 把你的脸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五年前 一时钟之后 他们就逼着我嫁给苏少奇 我只能毁容拒绝 他们就把我赶了住了 什么 依然 你别怕 既然我回来了 就好好找他们算账 糟了 今天房东回来收租 我得赶紧回去 依然 找到了 找到了 我爸房东收拾东西 把他扔了 幸好还在 一人 这些年 你就住在这里啊 真是苦了你了 苦点怕什么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而且有他在 我就不觉得苦了呀 一人 你还是老样子 无论怎么难 都不会轻易放弃 骂的臭女人 还敢不交房租 来了来了大哥 这 这给你 少点吧 少 不少 这数目对啊 以前就对 现在这房子涨价了 怎么 怎么能突然涨价呢 我的地盘 我想什么时候涨 就什么时候涨 呵呵 要是真没有啊 呵呵 你可以拿来地债 哎 大哥要不你再宽限我两天吧 宽限 想的美 胖子 租房交房租天经地义 这些够了吧 算你小子啊 懂事儿 走 等一下 怎么着 房租的事情算完了 刚才挑起我夫人的账 该算一算了吧 哼 哪来个不长眼的呀 敢跟你表也算账 我看你是活够了 胖子 记住 摸了不该摸的 断手 呦 撬板 上 滚 好 你照着啊 老公你没事吧 没事儿依然 我回来 再也不会有任何人欺负你了 哟 楚先生 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有什么指示 好 先去迎春堂 先要想办法恢复依然的容貌 在上京 只有神手彭靴志能做到 好 先去迎春堂 站住 你们干什么呢 干什么 来这里当然是来看病的了 我们迎春堂从来都是给大佬们看病 就你们几个穷摔样 怕是连号都挂不起吧 啊 哼 哪来的给我滚哪去 哪来的给我滚哪去 大佬 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大佬啊 我们这的客人 那可都是身家上亿的大人 就是你们 老公我们走吧 我们扶不起的 老虎 这里是一百万订金 马上让彭学志出来给我看病 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没个规矩 迎春堂 是谁都能来的吗 是 院长 可是他们交了一百万 一百万 很多吗 在上京给谁治病 不看我的心情 让他们滚蛋 是 喂 杨总长 杨总长 什么 有贵客 马上准备 小刘 准备清场 好 听见没有 有贵客要到 赶紧滚蛋 杨空强的电话了 没想到这小子办事还挺快 你们就是杨总长说的贵客呀 不错 现在能看了吗 能 能治 快快快 贵客 快快快快快 龙帅 您别担心 夫人一定会好的 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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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尊夫人的容貌 我们已经用了最新的纳米技术给复原了 不过 不过还得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不好 怎么停电了 这手术还没做完呢 哈哈哈哈哈哈 这回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 敢跟老子动手 你活力为老 哎呀 彪爷 彪爷 这就是杨总长说的贵客 可别怠慢了 赶紧让来电吧 杨红强 嘿 老子是罗总局的人 我用怕他 就是你停的电 不错 上次老子大爷 在上京 还轮不到你小子大爷 对吗 给我好好照顾 好嘞彪爷 你什么人 记住了 我叫蠢木 下次再见到我 给我滚远点 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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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对不起啊 没有 来电 继续手术 继续手术 罗总 还不快滚 走走走走 来 周先生 好 我管 我管 龙帅 需要安排人手处理掉吗 不必了 我这次来除了报仇 还要好好收拾这帮奸商贪官 将他们连根拔起 除掉这些祸害 对了老婆 安排一下VIP房间 我不允许有人打扰到一人 是 黄议师 赶快把VIP给老子包出来 快来 李总 对不起李总 VIP房间已经包出去了 要不我给您换一件 你个他妈狗子的彭学智 你整个迎春堂都是老子赞助的 是是是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敢他妈跟我讲挑衅 不是我 是这位先生 这是谁啊 赶紧给他拿个十二八万去 让他个蛋 哎呀 楚先生 要不您换一件 我给您拿补偿 这人谁啊 这就是封堂集团的李总 上京的生意不是姓苏就是姓李 就连释手 都得让他三分 李封堂没有钱是吧 怎么着 老子就是有钱 钱少是吧 要不我再给你加个十万麻烦呢 干个蛋 龙虎 安排一下封堂集团 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说有钱 是 楚先生 哎呀 二位 你们先聊啊 我这楼上还有手术 嗯 想安排老子 你知道老子多有钱啊 我封堂集团至少一百个亿起步 就凭你 一百个亿 我以为多大资产呢 浪虎 快让李总算算资产 是 楚先生 喂 老子在医院呢 董事长 丰堂集团股市大崩盘 已经跌破发行价了 什么 你又怎么了 董事长 丰堂集团被全面围剿 已经负债二十亿了 董事会的几位高层 已经上天台了 完了 全完了 李总 资产算好了吗 要不 还是我亲自送你去顶楼啊 哎呦 爸爸 父亲 爹 我求求你 我永远不是他人 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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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贪狼收手吧 是 楚先生 贪狼 就是那个 收归江国归岛 席卷中尔街的金龙幽灵贪狼 想不到 这个贪狼的名声还挺大 喂 董事长 回来了 都回来了 公司市值 还增长了五个亿 祖宗 您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只是楚先生 现在 VIP房间可以用了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祖宗 您用您用 龙帅 那个李峰堂 你就这样放过他了 这个李峰堂和苏家关系水火不容 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好 我现在就去好好调查调查 对了龙虎 安排一下我要苏家全部情况 是 五年了依然 也不知道我们的家变成什么样子了 哎 你放心 我妈都听我的 哎 你谁呀 别困 你不认识我了吗 呀 楚慕 你不是死了吗 不是 你不是失踪了吗 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该死的人是你吧 姓楚的 你少吓唬我 你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叶依然已经把依然集团交给我们了 现在这里 没有你的份儿 跳梁小丑 成立文的 让他给我出来 楚慕 你是脑子坏掉了吧 还敢对我大呼小叫 我告诉你 什么人这么放肆 叶坤 把他给我念出去 放肆 你们一家恬不知耻的住在这儿 葬死的是你们吧 妈 他是楚慕 他回来了 是你 你这个废物 居然还活着 成立文 依然对你这个母亲已经人之一尽 你可倒好 一看我不见 就逼他改嫁 他不肯就把他撵出家门 呸 你还有脸说 当年要不是你办事不利 搞砸了合同 苏家也不会闭上门来要人 那个死丫头 他这个没良心的 赶走他 那是便宜了他 一个是亲妈 一个是亲弟弟 没想到你们竟然是这样势力的人 哟 这是谁在这撒野呢 哎哟宝贝 你怎么出来了 你冷不冷啊 他就是你说的废物 宠物吧 对对对 我又打理他 哼 废物就是废物 只能嘴上的能耐 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们现在已经跟苏家的信达集团合作了 苏家少爷还记着你的仇呢 你们惹不起 还不太滚 苏家大少爷算个什么狗屁东西 反了反了 一个废物竟敢如此放肆 哎呀伯母您就别生气了 跟这样的人生气犯不着 正好今天有师兄来了 帮你们好好教训教训他 师妹怎么个打法啊 给我往死里 哦不 往残了打 这种不知死活的东西 就得让他知道疼 对师兄 打他个半死不活 小子别跟我下手太狠 只怪你仨也不看地方 你是想留胳膊 还是想留腿啊 学什么不好 非得洗我 弄伤自己犯不上的 嘴还挺硬啊 看看一会儿还有没有立书啊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楚慕回来 就是要为依然讨回公道 从今天开始 你们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依然 你醒了 老公 感觉怎么样 老公我恢复了 是啊 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依然又回来了 老公 你这次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放心吧 依然 这次回来 我要把我们失去的都拿回来 是我没用 依然集团是爸爸的心血 我去把它给了别人 我 放心吧 依然都会回来的 家里都收拾好了 咱们先回家 嗯 说完了吗 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楚慕 你他妈少神器 你不就是能打吗 我岳父今天可来了 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是啊爸 你都没看见 这小子可嚣张了 轻点 这小子简直是太放肆了 家门不幸啊 我这女儿也太丢人了 让你看笑话了 妈 闭嘴 你个没良心的 当年让你改嫁的不肯 现在你又厚的脸皮来争作公司 你还要个脸吗 好一出母词子孝啊 小子 我现在已经是筋骨出入 我要是出手的话 他伤了你的性命 赶紧走哪 筋骨出入就以为得到成仙了 你还真是可笑啊 臭小子 你不值好歹 老叔今天就让你卡妈出去